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联发科和高通去年底发表的新一代旗舰晶片,天机9200和骁龙8J2除了效能上的提升,双方最大的功能亮点都是对行动光追技术的支援。 光线追踪技术对游戏画面显示效果的提升,早已被捉机玩家认可,然而市场也对两款手机晶片的光追效能以及能效保留了一定的意见。 实际上,三星携手AMD早在去年就推出了支援光追的晶片,但由于表现不佳,未获得市场认可。 去年年初,三星发表的旗舰晶片Exynos 2200,其中就搭载了基于AMD RDA2架构开发的GPU,首发支援行动光追和可变速率着色等高级绘图处理功能。 但从后面Exynos 2200的表现来看,三星和AMD的首次携手显然谈不上成功,能效远低于外界预期。 在今年最新一代旗舰手机S23系列上,三星甚至在全球范围内转向高通骁龙平台, Exynos 平台则转而服务三星自家的中阶或入门级产品。 不过,三星和AMD并没有因为第一次的失败而放弃继续合作。 至少三星明确表态将继续在Exynos上与AMD合作,基于RDA架构开发GPU。 此外,还有消息指出三星成立了一个名为梦之队的研发小组。 目标是在2025年开发出具有竞争力的行动处理器,最终计划在Galaxy S25系列上搭载。 苹果原计划在A16上采用新一代制圆光锥的GPU架构,但因为巨大的耗电量最终没能采用。 根据The Information之前的报道,苹果原计划是对A16晶片的GPU进行重大升级,以入光锥等技术。 但在开发过程中,苹果发现存在设计缺陷,会导致严重影响手机续航和发热的问题,最终不得不直接使用A15上的GPU设计。 这也是为什么A16的GPU完全没有进步的原因。 另外,即使在目前手游比较普遍的720P清晰度下,光锥对手机,GPU的效能和功耗压力依然很大。 如果说,高通那边还可能依靠自研GPU架构再挤一管牙膏,联发科这边最好的选择就是抱大腿。 回答2月底,公布了2022年第四季度及全年业绩报告,游戏和数据中心依然是回答最核心的两大业务。 全年来看,韩AI在内的数据中心业务营收达到了150.1亿美元,同比增长41%。 游戏业务营收90.7亿美元,同比下滑27%。 不仅是财报亮眼,最近两个月火爆全球的ChatGPT,也让主导AIGPU市场的挥达的市值从年初至今涨了近2000亿美元。 也怪不得过去两年惠达执行长黄仁勋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,惠达不是一家游戏公司,而是一家AI公司。 然而,在AMD入局手机、GPU市场,惠达更是在Tegra之后再度重返。 除了看到了未来ARM架构在高效能晶片市场的可能带来的变局,另外智慧型手机作为全球最大的游戏平台的巨大利益,完全可能弥补PC市场萎缩留下的巨大缺口。 据DG Times援引晶片设计人士2月底消息称,正在冲击高阶市场的联发科将与徽达进行合作,预计最快将在2024年联发科的旗舰晶片上搭载徽达GPU,强化联发科晶片的AI和游戏效能。 而除了联发科,高通也将继续发力自研、GPU架构,其他几家手机晶片厂商仍然也在加强GPU方面的效能,以应对行动光追以及AI等方面的效能需求。 在理想情况下,联发科可以藉由徽达在GPU上的理解和技术实力,一举拉近与高通骁龙旗舰晶片、苹果A系列在GPU方面的差距,甚至是超越,进而联发科也有望强调更多的高阶手机晶片市场份额。 当然,实际层面还是有太多可能因素影响。 全球PC市场的继续萎缩,对于AMD和徽达的游戏业务始终都是一个压力。 去年前三个季度,徽达游戏业务收入就经历了过山车一般的下滑。 与联发科的合作,有可能将徽达带向一个远大于PC市场的手机市场。 但留给徽达和AMD的问题是,他们必须证明自己的价值,帮助联发科和三星在GPU效能和能效方面,追上甚至超越拥有自研、GPU的高通和苹果。 相比其他手机晶片设计厂商,苹果和高通长期以来处于手机、GPU领域的领先地位。 很大程度上,这要归功于自研、GPU架构带来的好处。 不仅让苹果和高通打造一系列专属的特性和功能,形成差异化优势,也可以自行规划GPU的发展方向,掌控产品的更新节奏。 比如,高通从2018年的骁龙845开始就推出了,易构运算的人工智慧引擎AI Engine,通过CPU、GPU和DSP三方协同的方式实现,顶尖的AI处理功能。 而从高通骁龙865旗舰晶片开始,骁龙Elite Gaming特性开始包括Adreno GPU驱动更新。 这让手游也可以像捉机游戏一样,可以由玩家自行掌控、绘图驱动更新和GPU设置,享受最新的游戏特性体验。 但Adreno GPU也不是凭空而生的,高通Adreno技术其实来源于ATI Imaging系列低功耗GPU。 2006年,AMD收购了处在低谷的ATI公司。 然而当时的AMD资金并不充裕,因此在收购之后也陷入了困境。 为了解决问题,AMD在2008年将与行动装置和技术有关的ATI业务大包出售给了高通。 也正是在ATI Imaging产品线的基础上,高通骁龙Adreno GPU应远而生。 这也使得高通成为了安卓生态中唯一一家能够独立自行研发行动GPU架构,而无需购买ARM公版授权的厂商。 在最新的苹果A16镜片上,CPU和GPU提升寥寥,官方用来体现CPU效能提升的对比产品还是三年前的A13。 GPU方面,更是被高通最新一代iTreno反超一大截。 根据极客玩的测试结果显示,搭载骁龙8G2的小米13,在绝大部分频率的能效都明显优于搭载A16的iPhone14 Pro, 以及搭载A15的iPhone13 Pro。 在上一世代的GPU竞争中,A15还能占据一定优势,到了A16,这代几乎完败给了高通Adreno 740 GPU。 但未来几年,随着各家对行动光追的落地,观众们很可能将看到苹果、高通、联发科、三星、徽达、AMD以及ARM, 这些顶流全球半导体巨头,在手机GPU领域的真正实力比拼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、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、订阅。